為了加強公務人員年人異事 避免誤觸法網 三重區公所之前在十樓大禮堂 舉辦廉政宣導教育訓練 邀請新北地方法院 黑金組專責檢察官陳怡清 剖析公務員在森林小兒款項時 應依循的規定及應注意的事項 今天是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 陳怡清檢察官 他也是地檢署黑金組的專責檢察官 來給我們做這方面的講習訓練 那公務人員本身就應該依法行政 那我們有些同仁 對於一些這個款項的請領 也必須要有所認知 那我們也知道有些單位 會因為這些款項請領 而造成一些法律上的責任 那地檢署都有相當的案例 那我們邀請陳檢察官來 給我們做這些的這個案例的說明講解 我相信對提升我們同仁的法律專業 是有很大的幫助 檢察官陳怡清以深入潛出的方式 引領與會人員了解相關法律規範 並分析各個案例的共通點 希望大家在努力從公之際 不要因為一些小狀況而吃上官司 收集各個案例裡面的共通點 去跟大家分析 像這樣子的狀況 會有什麼樣子的結果存在 對那如果說就各個具體的案例 在聽講的過程中 聽眾或者是說這些 我們各個基層的同仁有疑問的話 當然都歡迎在課堂上面發表 或者是說詢問 那那個東西我們都很樂意做解答 透過這次的宣導課程 相信而後再請領郵料費 拆旅費 加班費等小額款項時 公所同仁都能特別謹慎 才不會讓自己誤觸法網 因小失大 凱博大臺北數位新聞 羅倫宏採訪報導